哈囉大家好,今天是我在北京隔離的第七天 我之後會去北京大學交換 那我的夥伴整理了一些疫情期間 我們來北京之前做的所有事前準備 還有我們經歷的一些事情 希望可以給之後要來中國大陸交換的人一點小幫助 那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台胞證 台胞證我們都是跟旅行社辦的 他會需要七個工作天 但要注意的是這七天要扣掉他們的所有假日 所以要盡早辦 那如果你是本來就有台胞證的人 要記得你的有效期限是要涵蓋你在大陸的所有時間 那入學許可的部分 大家如果太晚拿到的話可以趕快去催他們 因為像他是規定我們1月19號出發 但是他居然跟我們說他1月中才會給我們入學許可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上 我們就是12月的時候趕快狂催他 他才給我們入學許可的 保險當然就是一個必備東西 就算你在台灣沒有保 你到中國大陸當地的學校他也是會要求你保 基本上就是保一些旅瓶線之類的 你也可以照看有沒有Coffee Nighting的保險 但是要看清楚他保的到底是什麼 健康檢查部分就是有學校可能會要求你給他健康檢查報告 證明你的身心健康 那可以去衛生所做最簡單的項目 也可以去檢驗所做一些進階項目 我主要是視學校而定 這件事情最好越早做也好 所以如果學校還沒有告訴你 你可以趕快去問他 接下來隔離的部分 因為這裡隔離政策是一直在變的 而且每個城市都有可能不一樣 所以大家要時刻關注 那可以到微信上方搜尋欄搜尋 疫情加本地保或是疫情加隔離政策 它就會出現比較官方而且比較急的訊息 你也可以時刻關注著 那像我們2022年1月初的隔離政策 是要在這個酒店待21天 然後之後會有7天的健康檢查 但那健康檢查是可以走來走去 只是你要定期到某個地方做PCR這樣 那隔離的政策也有關了 你的機票要買什麼時候 建議大家一拿到入學許可 第一件事情就是訂機票 因為你越早訂優 可能會有一些學生優惠啊 就是可能你托育行李的重量可以比較重之類的 而且也不會有沒位子的問題 但疫情期間有的地方不是每天都飛的 然後你要怎麼抵達你要去的那個城市呢 也是要看一下隔離政策的 因為像正常來說很多人到北京之前 會先去上海隔離 隔離灣再到北京 因為上海的隔離費用比較便宜 但是我們這次選擇直接到北京 是因為那時候我們來的時候 上海的疫情是比較嚴重的 那我們要承擔風險就是 可能我們不小心到了一個確診人呆的地方 那我們就必須在那裡再關更多天 或者是最嚴重的情況是我們根本進不了北京 尤其是因為像我們現在是東澳嘛 那東澳它就是北京的隔離政策就更嚴格了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隔離開始計算的時間 是你到房間它會有個表單要你填 就代表你填的那時候是你開始隔離的時間 也就是那個時間加21天你才可以出去 所以是越早到飯店越好 然後像我們自己就是 飛機一停下來我們立刻往前衝 然後呢所有我們都走在所有人前面 因為我們就不想要等 然後所以就像我們在機場要做核酸的時候 我們也是第一個 然後呢什麼都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快的上巴士 然後我們就選了一個離下車的地方最近的位置 然後我們一下車之後 我們就是第一個check in 因為那時候check in的人也沒有很多 所以你有可能太晚下車你就要在那邊等前面的人超久 你才可以進房間 那我們很早要進房間 我們就比較不會有那種過12點才進房間 你可能就要多隔一天的這個問題 那疫苗的部分我自己是在台灣打了兩劑疫苗 建議大家還是帶著這種疫苗證明 因為它有時候會叫你填說你什麼時候打的什麼疫苗這樣子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做PCR核酸檢測 它可能是想要知道你有沒有確診才可以讓你出國吧 我都收大概花4500超貴的 那建議大家就是提早去醫院預約 因為其實很快就沒了 而且你還要先看你要到那個地區需要多久以前的PCR報告 像到北京是要48小時以內的 所以我就要約在出發前的48小時 而且還要保證我48小時以內拿得到 所以它有可能就會有一些快速拿或是正常啊 什麼什麼的就是可能要看大家的需求 那基本上醫院官網都寫得很清楚的 大家只要去查好就好了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有的航空公司會要求你給他PCR報告的銀本 所以如果你去拿報告的時候可以跟醫院說我要兩份 那如果有的醫院會收錢的話你就不要 你就自己印也可以 機場防護措施像是護目鏡啊隔離衣 要不要戴就是見仁見智 下皮上都買得到 口罩的話我們自己是戴N95 但是要注意的是你不可以有呼氣法在你的口罩上面 因為它會有你把細菌排出來的疑慮 像我們三個人嘛他們兩個都有穿防護衣 但是我是沒有穿 還有一個就是異難出境的規範 如果你是男生而且你還沒當過兵就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就算你是大四而且你已經有研究所 你還是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詳細的規定軍訓是應該都寫得很清楚 只是要記得就是出境之前要把異難出境核准通知書印出來 台灣海關會檢查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異難要在你的學期結束了十四天以內回到台灣 那如果你超過十四天回來你就有麻煩了 那接下來微信也就是WeChat部分 它就是中國大陸的Line嘛 辦WeChat最麻煩就是你要找一個本來就有WeChat的人 掃你的QR Code你才可以辦成功 所以你身邊如果沒有人有WeChat的話可以去網路上查 有人專門在處理這件事情 支付寶是非常必備的電子支付 一開始綁台灣手機就可以了 至少你是一定可以接收別人給你的錢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去找本來就有支付寶的親友跟他們換錢 那你的支付寶有一點錢的好處就是你在隔離的時候可以買淘寶啊 或是酒店有賣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但是你的支付寶沒有太多錢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Check in的時候是可以用現金付款的 那支付寶還有更多進階功能 就是也要等到我們有銀行卡的時候才可以辦 臨時電話門號的部分 因為你一下飛機就會直接被帶到隔離酒店 基本上你沒有時間辦電話卡 那我們那時候是去蝦皮買一個好友卡的中國門號 它是沒有實體SIM卡的 但是它不是中國五大電信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熱不得這個電話號碼的情況 那像我們在中國海關的時候 他就有要求我們填電話號碼 但是我聽到旁邊的人就是他沒有手機號碼 他們就說那你可以填一個臨時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臨時聯絡人我之後再講 我自己覺得啦一路上從下飛機到這邊 我基本上不太需要這個臨時門號 而且像健康碼啊支付寶什麼什麼的 我全部都用台灣的門號就可以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不用辦 那如果你覺得不保險的話還是可以辦一下 網路的部分有可能你一下飛機就會需要用到網路 像是爆屏之類的 那你可以選擇用機場的Wi-Fi 但那是沒有翻牆的 那我們幼兒人在台灣的時候 用蝦皮買了中國聯同大中華卡的網卡 然後那個是有翻牆的 而且是你可以照你需要的流量買的 買網卡基本上就是以被不死之詞啦 那說到翻牆呢 中國大陸這邊是不能用LINE啊 YouTube、Google等網站的 所以需要用VPN連到別的國家 有學校原本就有提供VPN了 可是不一定能用 像教大原本就有VPN 可是我來了之後才發現完全不能用 所以我們後來是選擇在網上查很多資料 然後買了付費的VPN 其實蠻便宜的 那也有免費的 只是免費的就可能跳來跳去 那你也可以選擇開台灣的漫遊 只是就會比較貴 緊急聯絡人是你出現的時候要填寫的東西 就是可能在你要去的地方找一個親戚啊 朋友啊之類的 要到他的姓名、手機還有地址 那如果就是像我剛剛前面有說的 如果你沒有辦中國當地的電話號碼的話 你也可以在填寫資料的時候 填寫那個緊急聯絡人的電話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的話 我覺得可以問問看 你要去的那個學校的港澳台辦公室 反正有什麼問題就問他們就對了 行程碼跟健康碼是非常必要的東西 有了他們你才可以到各種地方 那健康碼顯示你的疫情風險等級 像我現在在隔離就是黃色的 基本上要綠色的才可以趴趴走 如果你沒有中國大陸的身份證的話 你可以去微信搜尋Health Kit 它就是只要身份驗證之後就可以用了 但行程碼是一定要有中國大陸當地的 手機門號才可以辦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隔離出去之後才可以辦 健康監測酒店 也就是最後七天你要自主健康監測要住的地方 那有的學校可能會幫大家安排 但是像北大就沒有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去booking上面 查理北大比較近的酒店 那你也可以用中國大陸當地的APP 叫做西游旅程查 那建議大家在訂房之前 可以先跟酒店確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有可能會在入住前幾天更改你要入住的日期 因為其實像我們到現在也不太確定自己到底什麼時候出去 因為好像是說最後一天要做PCR檢測 但是你要拿到那個報告不知道隔多久 你有可能當天可以出去 有可能隔天 就是我也有點不太清楚 所以可以先通知酒店這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你沒辦法出事行程嘛 因為你還沒有辦法 第三個是你可以出事你的健康嘛 但是有可能會有來不及轉成綠燈的問題 因為有的時候轉成綠燈需要一點出地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先在隔離酒店 跟他要你接觸隔離的證明 第四個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你要確定他是可以接受你在那裡做自主健康監測的 因為有的酒店就不行 最後一個bonus就是你可以去Facebook上找一些社團 像是台灣人在北京啊之類的 裡面就會有很多人在交流資訊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棒的是 WeChat的隔離群 就可能會有北京隔離群、南京隔離群之類的 裡面就是會有人在更新最新資訊 而且你問問題他們都會給你很多幫助 要進隔離群是要有人幫你拉進去的 那我自己那時候事先在Facebook的社團 PO一個文說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把我拉進去 那他們就有一個負責的人來把我拉進去這樣子 那影片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但是不是每個都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建議大家還是可以多多自己查資料 如果有問題的話歡迎私訊我們 掰掰